欢迎你新年一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总统先生曾多次访华 致力于促进中马友好 大力推动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你是我今年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 这次访华也是你就任总统后 对外国进行的首次过事访问 这充分体现了中马两国 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 中国和马尔代夫是传统的友好近利 早在六百多年前 中国明代喊喊家郑和就曾到访过贵国 两国人民通过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中马建交52年来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 守望相助 互利共赢的典范 2014年 我对贵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在那个时候我们双方一致同意 建立了中马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十年来 中马关系深入发展 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和各领域合作交流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新的形势下 中马关系面临成前起后既往开来的历史契集 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 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规划 拨画新愿景 推动中马关系 卖上新的台阶